說中國呢 包括了他在這個沿海 跟這個近海等等的這些戰術 其實他們都已經開始慢慢的 這個轉型了 那甚至呢 這個前一陣子我們不是在講 美國的這個智庫也在警告 中國現在正在加強 城鎮戰等等 所以你怎麼看中國這個 從現在開始後續對臺灣 臺海的威脅會是什麼 事實上我覺得這次俄乌戰爭 當然很多人會把臺海情勢 作為一個比較 但是畢竟臺灣跟烏克蘭 有很大的不一樣 因為烏克蘭是屬於一個 大陸地形的國家 但是臺灣是一個海島地形 那你如果回來看 就臺灣其實最多的特色 其實就是我們的城鎮 非常非常的密 所以如果今天共軍真的 他有心要侵犯臺灣的時候 他一定會面臨到最現實的 殘酷的狀況 就是你到戰場的最後階段 你的陸軍是必定要登陸的 所以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中國大陸其實他在這段時間 不斷去研發 認為說我如果要進攻臺灣 或者是對於這種所謂 狹小地形的這種所謂 人口蟲迷處的時候 我要如何用我的火力 去進行我的資源 甚至是這個掃蕩 所以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其實他就推出了 一款新型的這個坦克車 那你可以在這個畫面上面 所看到這個叫做輕型 一五四的這個戰車 你從這個大小裡面來看 事實上他就是一臺戰車 有什麼了不起的 但是我先講一下 就因為他這個車子 他只要三個人就可以做操作 那他本身就是針對城鎮 巷站來作為設計的 所以你看他的車長其實只有九點二公尺 比剛剛我們講的那個飛彈小非常非常多 再來就是什麼你知道 他的車寬只有三點三公尺 什麼叫三點三公尺的概念 你知道就是我們現在 如果在馬路上面 臺灣的馬路設計是這樣 雙向道 兩邊各一向的雙向道 他的道路寬是多少 你知道差不多五點六公尺 也就是一般的巷道 你是要進得去 除了單行道進不去之外 這樣大小的坦克車 是適合到城鎮裡面 去作為巷站 然後再就是他的高度 也做了一點現在 他的車高也就二點五公尺左右 所以他如果進入到這個所謂 城鎮站裡面的時候 比較不會受到 這氣氣哭哭的 撞來撞去的這種概念 你知道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其實確實從這個地方 他去做了一些的調整跟設計 也就是我如果進入到這個 所謂的城鎮 巷站裡面大型的坦克車 你進不來嘛 你一定會撞到房子 我又總不能跟拍電影一樣 四處亂亂亂亂這樣子 所以看起來確實做了一些的準備 這是他的戰略思維的部分 那另外中國大陸 在整個的這個建軍備戰 尤其像這個以海軍來講 他也在改變一些思維 因為最早期中國大陸的這個海軍 被稱之為叫做河水海軍 河是河澀的這個河 為什麼會這樣 你知道 因為他的海軍出不去遠的地方 因為船不是很好 所以他只能在近海的這個地方 近海因為接近大陸 那個接近海底 所以你看那水都漏漏 可是中國大陸現在 他就他的思維 他就改了 他幹嘛 他是走這個所謂的這個遠水 就遠洋的這個海軍 我們叫做這個這個南海 走進到這裡面去 所以他開始不斷的造大船 什麼叫做造大船的概念 你知道就像畫面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大家就很熟悉 這是零五五號稱萬頓大區 那你可以看到他不只是做這個大船 你在這個船身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有多非常多的 這個叫做垂直發射器 也就是他把所有的火力 基本上往這個地方 而且你看船尾這個地方 同樣也有垂直發射器 他告訴你的是我的整體的 這個所謂的進攻的力量 事實上已經不是從陸地上這邊出發了 我可以往我的水 尤其往深水區這邊走 所以中國大陸在這幾年的時候 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叫做近海防衛 原海護衛 那後來有一個說法是說 他們現在連原海都要作為防衛 那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就是我把我的國土 再不斷地去延伸過去 那你想想看 這個其實是他這個所謂的飛彈的戰力 他用零五五萬噸大區 往遠洋走對不對 那可是他也發展進攻的能力 譬如說你在畫面上面看到了 這個是零七一的兩棲登陸艦 從這個畫面上面看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這是一條船而已 這上面站很多人 他真正登陸艦的部分 是在下面這個地方 就你從這個地方看到 有沒有看到他的船尾的部分 口打開 口打開幹什麼 你知道 因為他其實很多的機載具 會在這下面 好 我給各位看另外這一張圖 實際上你從這一張圖 就會發現到他的 普斯圖裡面 他這裡面可以裝他的野馬系電船 然後另外他的直升機的這個戰力 其實都可以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登陸艦裡面去這個搭載 所以他如果整體的戰力 上面來講 就會變成怎麼樣 你知道我用下一張圖給各位看 他整體的戰力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你看這個大船帶小船 在上面再帶了一堆飛機 那這些其實就是對他登陸作戰來講 他其實非常非常需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當他開始把他的這個戰力 就是他的飛彈投射能力 開始往大船上面放 然後把他登陸的船隊往這邊走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講他原先的 那個戰略概念叫做遠海護衛 可是我如果要進攻的戰力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再考慮到一件事情 剛剛有海軍 有這個空中的飛彈 那少了什麼 考慮到空中的飛機 所以你看他開始不斷地 從最早的這個動動腰到動動兩 到現在號稱動動三要出來 我給各位看 這是中國大陸幾艘航母的這個空拍圖 這是動動腰 這是動動兩 這是動動三 你會發現動動腰跟動動兩 基本上因為這已經成軍了 這兩艘船的大小一模一樣 差不多對不對 因為動動兩是Copy動動腰的 可是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是 現在這個動動三的這個形狀 這個是在衛星空拍的時候 他還在船屋上面見 你有沒有發現第一個大小不同 第二個最大的差別是 在動動腰跟動動兩的部分 這兩個其實他的飛 那個那個航母的最前端 其實屬於滑跳式的這個所謂的甲板 我用下一張圖給各位看 這個會很清楚 動動腰跟動動兩 在最前端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船頭 稍微有點翹起來 因為飛機沒有辦法靠 那個那個那個彈射器推出去 你只能自己飛 所以他用這個翹翹的部分 幫助你往上飛 可是這有個缺點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他的油料不能載太多 因為你只能 你不可能減少炸彈 飛彈不可能減少 不能飛上去沒飛彈 飛機要幹嘛 所以他就是減少油量 那這兩艘船 有個最大的這個缺點是什麼 因為他油量載的不多 所以飛機飛到天空去之後 要有空中加油機在那裡等 然後你加完油之後再繼續做轉 那會費非常多的時間 你看到他的動動三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說法是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動動三前面其實是平的了 因為他號稱說 他已經超音感美做到什麼程度 他說我不只用彈射器 而且我不用美國傳統的這個彈射器 因為傳統叫做蒸氣 他說我不要 我今天跟你講做電視 但我先必須講 這件事情老實講 大家保留 為什麼你知道 美國有個福特號的航空母艦 先講美國福特號有兩艘 第一艘是 他的第一艘的核子動力 那個航母也叫做福特號 但是他現在還有一個福特號 是說他們號稱要用電磁來傳動 你知道他靠電池吃電池就對了 那電池傳動基本上就是只要一充電 電力一夠就可以彈射出去 就可以彈射上去 中國大陸號稱他的動動三 跳過了蒸氣彈射這一段 他直接可以做到電池彈射 所以你從這張土色 再從這個旁邊來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他的構型長得都不太一樣 上面動動腰跟動動兩 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在動動三的部分 他就做得特別大 他告訴你講說我飛機的機載量 其實很強 但問題來了 動動三還沒做出來 所以他現在開始有很多外宣的圖 告訴你講說 我告訴你 我們大陸這裡 他們大陸 抱歉 他說大陸很厲害 我們開始做了很多很多的船 立刻就把這個圖拿出來 秀給大家看 他說我告訴你 中國大陸的這個動動三 未來在海上航行的時候 就是這麼漂亮的一張圖 看起來雄壯威武 而且看起來好厲害 好棒棒 但是立刻就有眼尖的這個觀眾朋友 因為老實講 看我們節目 很多人其實對軍武是有一些認識的 而且很多人其實搞不好比我們還專家 他說等下這張圖怎麼會似曾相識 你知道快點 人軍快點把核心打開 這是下面這張圖 那怎麼會一模一樣 而且我跟你講 這是美國福特號的航母 但現在什麼叫一模一樣 來我給各位看 真的一模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你知道第一個他的船型其實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的你看他這個劍橋的這個部分 這在這裡 這在這裡 其實有點不同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旁邊有很多的水花 導播現在把他take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張的水花 居然是一模一樣 這比上帝還厲害了 你知道 太扯了 我不知道兩艘不同的船 然後開過去不同的海面 然後所形成的這個水花 你看這裡 這裡有一個白白色的這個水花點 對不對 同樣在這裡也有白色水花點 太離譜了 然後這邊 大家看一下這個形狀 跟下面這張圖的形狀是不是一樣 好我先講 這張絕對是劈的 太離譜 為什麼 因為洞洞山到現在為止還沒做好 所以他不可能在海上航行 但是就有就有朋友講說 你給你看那個海水顏色弄深 然後弄了一個甲板劈在上去 你怎麼 你這不是要對付老美的嗎 不是要對付你們口中萬惡的美帝嗎 怎麼還去偷人家的土 然後給他弄下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這些老實講 因為等他真正做出來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關切 就是說你中國大陸的電磁技術 難道因為美國其實 老實講到現在為止 他的電磁技術都不敢講說保持穩定 那你中國大陸號稱說 你洞洞山就要做 第一個大家會關切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但我覺得第二件事情 中國大陸在整體的建軍備戰上面 他確實有他的規劃 你看他國際戰略裡面 他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大家看到他從這個所謂的非洲 一直到中東 然後一直到其他的很多的地方 老共都在插旗 再從他的建軍備戰上面來看 為什麼我們國防部的相關單位 會在這一次裡面坦承說 中國大陸整體他的解放軍的戰力 某種程度 不管是就數量或在很多地方 對於臺灣來講 其實我們程度上面 其實已經有些差距了 那就整體上面來講 不但不代表我們真的會輸他 可是對於老共犯臺的這種決心 你從他剛剛幾個 從陸軍到他的海軍 甚至他到他整個航母 這個建造來說 我認為他確實是有他的規劃